颜料挤一挤,工具刷一刷,手指点一点,手掌压一压,打开盒子一起来玩吧。 第三课,小手便便便。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小手和工具的综合运用,锻炼认知动物和想象力。 上节课我们学会了怎么用工具,现在来和小手一起去动物园玩吧。 小手非常开心到动物园,穿上了最喜欢的衣服。 现在在手掌涂上肤色,手指上涂上黄色按一按,戴好了漂亮的黄瓜。 在手掌和手指上涂上喜欢的颜色。 按一按,小手的衣服就穿好了,我们现在拿出画笔,沾沾颜料,画上卷卷的头发。 还可以用颜料来点一点,把环网和衣服装饰得更好看吧。 还要在旁边空的地方用手指涂出五颜六色的气球。 用笔画出气球线。 不要忘记还要画上大大的眼睛和笑脸哦。 我们进动物园就看到了有趣的孔雀先生。 在手掌涂上黄色,在手指上涂上橙色。 多按两下。 孔雀先生的身体就出来了,画出孔雀先生长长的弯弯的脖子。 点一点装饰出漂亮的羽毛。 可真好看呀,再用小手指点三下,粉色的伞太可爱了。 用笔尾装饰一下伞。 不要忘记按出孔雀的翅膀。 用笔刷画出孔雀先生的伞柄,帽子,眼睛,嘴,细细长长的腿,还有一双大大的鞋子。 孔雀先生要走了,我们跟着一起去吧。 我们在池塘边看到了正在刷牙的小鳄鱼。 用绿色颜料涂满整个手掌,按出鳄鱼大大的嘴巴。 把纸转一下。 用手掌按出身体。 把小手竖起来,用手掌的侧面沾沾颜料,按出弯弯的尾巴。 用画笔沾沾红色颜料画出鳄鱼弯弯的舌头。 用我们的手指涂出黄色圆圆的眼睛,大眼睛真可爱啊。 用画笔画出嘴巴里尖尖的牙齿。 圆圆的鼻孔,用笔刷画出鳄鱼的眼珠和眉毛。 用小手指在小鳄鱼身上点上紫色的花纹,小手指点牙点。 用手指画出花纹和背上的刺。 还可以用笔尾划出纹路。 更好看哦。 用我们的小手指画出牙刷的手柄。 线条刷沾沾沾颜料。 画出牙刷。 用三角形印章印出花洒。 小手指沾点白色和蓝色画出泡泡和花洒的水。 小鳄鱼在开心地吐泡泡。 我听,小鳄鱼还在唱歌诶。 一起用小手指画出彩色的音符。 手指画真好玩,快来和小手当好朋友吧。